最近 国平正在沙特征战大满贯比赛 在首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包括王楚清在内 多名主力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最终 国平参赛的所有王牌 全部大比分横扫对手 顺利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除了临时洞之外 其他主力基本都是3比0的大比分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王曼玉和王楚清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值得一提伴随着国平取得佳绩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 国平男单有两大劲敌 则是暴冷出局一轮游 对于国平男单 接下来冲击本次大满贯的冠军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首先在最近结束的男单小组赛中 爆出了本次比赛最大的冷门 世界排名第七的林云如 在对阵队友庄志渊的时候 居然暴冷0比3惨遭淘汰 一轮游无缘争夺冠军 从世界排名来看 林云如要比庄志渊这位前辈领先得多 从实力和状态来看 林云如过往的战绩也比对手要好得多 结果这场比赛 林云却意外输掉 很多球迷都非常惊讶 后续才了解到 原来林云如在这场比赛开始前 受到病毒的困扰 身体非常不舒服 这一次是带病作战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最终发挥非常的糟糕 输掉了比赛 如此看来 林云如输掉其实是在情理之中 对于国片而言 无疑扫清了极大的障碍 当然有一点要小心的是 林云如这一次是被病毒感染的 国平其他球员一定要小心不要中招 否则将会影响到 接下来一系列的比赛 除了林云如出局之外 另外一方面 莫雷加德这个欧洲的名将 同样暴冷出局 我凭19岁小将林诗栋力打工 首场男单小组赛中 林诗栋对战的是 莫雷加德这个经验 非常丰富的名将 虽然从最新世界排名来看 林诗栋要稍微领先 但是从过往的交手来看 莫雷加德的成绩都要更加出色 然而本场比赛结束后 林诗栋却暴冷 3比1横扫对手挺进下一轮 莫雷加德输得气急败坏 还做出了一些争议的行为 这样一来 包括莫雷加德和林语如在内的 两名国评男单竞敌 都暴冷一轮游 接下来 马龙和王楚钦 他们将会消除两大障碍 继续向冠军发起冲锋 对刘国良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国评女单方面 也接连告捷 所有的主力都用佳计告诉刘国良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接下来不仅要冲击 本次大满贯五个项目的冠军 更要向巴黎奥运会发起冲锋 感谢观看